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走上了兼职赚钱的道路 逗逗转转 找到一份舞蹈工作 然后就是邂逅了赌王何鸿燊 顺利成为四太 成为豪门太太之后呢 梁安琪也没闲政 她开始接受何鸿燊给她安排的工作 梁安琪嫁给何鸿燊的头几年 一直都是无所出 直到1990年才诞下自己的女儿何超英 媒体报道称何友邦出生于1992年 现年28岁 香港的记者眼睛很尖 肯定是能看到出梁安琪就知怀疑与否 直到1994年 梁安琪又是诞下了何友亨 1995年诞下何友军 最小的女儿出生于1999年 梁安琪对复文当中内容表示 何友邦却有此人 这个人正是自己的大儿子 因为精神状态欠价送到国外了 也是很少有关于她的资料 保护措施很严格 但是相对于梁安琪的性格 她一定是敢作敢当 一点都不怕外界眼光的人 当年二太蓝球英 视梁安琪如同敌人 两个人经常在媒体面前不留情面 就算是在何鸿燊人生当中的最后几年 梁安琪也是对着电视说出 自己是何鸿燊此生的挚爱 这不就是向蓝球英和陈万真狠话 蓝球英远在国外也就生气的份 梁安琪秘密保护何友邦 讲近三十年 这三十年间 没人知道何友邦的样貌如何 无人知晓 梁安琪也是只字不提 被问及何友家是否是其儿子时 还是大女儿何超英表示 没有这个人 梁安琪从来不正面回应 要不是复文当中内容发布啊 估计就是没有什么人知道 何友邦的身世 而何活生也表示 要何超穷帮助这个弟弟 为什么不直接让梁安琪好好陪伴何友邦呢 有人表示 要何超穷好好照顾何友邦是有说法的 何超穷现在是家中掌门人 现在的何家应该是二房的天下 何超穷帮衬着弟弟 也是防止二房对何友邦不利 再说说荔枝 荔枝走入娱乐圈之后 混得风生水气 因为他的美啊 真的很极绝 当时的娱乐圈里不乏美人的存在 但是荔枝却是美的让人无法忘记 大眼睛楚楚可人 光亮白皙的皮肤 再加上温柔至极的声音 的确会增加个人好感 因为成为了1986年港界冠军 荔枝很快的就是用了不少富豪的眼 看看当年的刘鸾雄 就是收割了不少港界 这个时候荔枝被赌王何活生看中 虽然当时何活生呢 已经年纪不小了 但是贵族气质依旧存在 也会体贴人 很招女人青睐 而荔枝从小出生于单亲家庭 何望得到爱 也是很容易满足眼前的一丝温柔 很快陷入 这个时候的蓝球英和荔枝 都是很快地发现此事 两个人都不满荔枝 虽然过去二人呢 都是针锋相对 但是下一秒 二人就是结成同盟 二人合伙把荔枝赶揍 何活生被荔枝的一句话 拿得稳稳妥妥 当初呢 何活生承诺 荔枝以后不会再娶 如果再娶就失了信用 在外界看来 就是没有底线 荔枝走了之后 欠下了几千万的债务 当时呢 就是有一个人走出来表示 要为他还击全部的债务 那个人就是背弃了 黄秋叶的李连杰 李连杰抛下妻女 跑到荔枝身边 对她一心一意照顾 自己一下子 欠了好几部影片 身体受损严重 也是没有一丝怨言 就这样 李连杰终于感动荔枝 二人与1999年结婚 大家疑问 可能就是在何优邦出生的1992年 荔枝也是在1992年退圈 这个时间未没错的太巧了 荔枝退圈之后 很少看到她的身影 李连杰结婚之后呢 就是搬到国外生活 在那里无人知晓她的过去 也没有人能够打扰到她 后来大家说 荔枝与三方找女 何超云的相似很相似 被荔枝否认了 与其说荔枝和何超云相似 倒不如说 她和何超新相貌更加接近 况且呢 荔枝的两个女人都与她不像 没有遗传到荔枝的妇媚 看上去应该是活泼爱一动的女孩 与荔枝的沉稳一点都不像 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 荔枝和何超云没有什么关系 若不是近几年 李连杰坐着轮椅出行 又是带着女人参加迷运活动 荔枝已经开始慢慢的淡出大家视野 但是如今呢 何活生又都是一个人子 又是让人不经意间想到 当年的荔枝 对却未免太早了 一旁的四太良恩齐 虽然称这个日子是自己的 毕竟呢 已经发布通告了 也不好多说 希望这个不完美的日子 能够一生平安 深适之谜终究会解开 澳门独王何活生的家序 拍成窄斗剧一定精彩 这些年二太太和四太太恶斗 何活生两次把二房女儿扣上法庭 如今何活生终于挂了 这场大戏又开幕了 让吃瓜观众们看个热闹 先是大房女儿何超雄 撞告亲姐姐何超雄 然后报章刊登复文 何活生突然多了一个 名叫何优邦的儿子 而四太太良恩齐认领这个儿子 发公告说 明这个是他生的儿子 就是传说当中的何优家 四太太良恩齐在公告里说 因为尸体问题 何优邦没有被家族公告 一直被隐藏着 但是同样受着家族的关爱 言语当中体现着浓浓的爱子虚情 可是吃瓜观众们确实另有猜想 认为何优邦根本就不是四太太良恩齐生的 原因在于 何优邦看相片五官端正 容貌最少是中上等 看不出任何的智障 只能是推测为自闭症 可是自闭症到两三岁才能看出来 为什么何优邦一出生就没有公布呢 以四太太良恩齐重要的性格 是个人次能不公布吗 所以有人疑问了 何优邦根本就不是四太太良恩齐所生 而是何优邦外媒女人所生的私生字 四太太良恩齐为了加重自己的分量 才认下了何优邦当做儿子 更是有人猜测 何优邦的圣母不是别人 就是何优邦传出绯闻的励志 励志真是倒霉 已经离开何优邦了 结婚生子这么多年 确实在何优邦的家序当中 躺着都能中枪 但是我们继续分析 何优邦是外媒私生子的可能 真是不大 四四太太良心孩子倒是可能极大 按照何优邦的张扬性格 她敢在一夫一妻制的社会 连纳三妾 还公开的何小妾出生入队 又抱又亲 又怎会不敢承认一个私生子 何必隐藏私生子这么多年 何优邦一出生就没有公布 说明他一出生就有病 这个病应该不是唐室 不是弱智 不是自闭症 但有可能是木芒或者是龙药 也有可能是腿脚的问题 这些都是从相片当中看不出来的 对何优邦这种受人注目 喜欢张扬 恨不得记者天天追着他的名人 他只愿意被人赞扬 被人羡慕 他的孩子又被快成天才和基因 哪个容许一个残疾孩子被人知道呢 欲戴王冠 阴诚其重 当没人应该是不容易的 没有隐私 再站在公众面前 被公众评统品足 就连外国公主呢 也是被网友说成土肥猿 又何况是富家的孩子呢 何伙生和四太太梁阿琪 隐藏这个孩子的存在 也是为了他好 让他安心的生活 可是到了非遗产的时候 这个孩子就必须公布了 他要享有其他家庭成员的一切财产权 何优邦应该是四太梁阿琪称的 他先天有病不是他的错 外界应该给他善意和支持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正常的身体 长得又漂亮又聪明 又有好身材 总是会有不幸的人 何优邦的病情 有没有可能是被人陷害的呢 我觉得不排除这个可能 咱们先来看看 赌王家里的成员不正常病情 首推何超英的疯癫 大方长年何超英之前的貌美如花 就是赌王最美的女人 清奇说话样样精通 还曾经入选过财富杂志评选的 全球50强上一届女强人棒 可惜她的命运高开低走 竟然疯癫后半生 表面上的说法是她婚姻失败 何优邦车祸身亡 导致她的双重打击 可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 表面上看呢 何超英婚姻失败 何优邦车祸是两件事情 可这实际上是一件事 是先要何优光车祸 然后何超英去调查 遭来到婆家的强烈反对 她坚持要继续调查 婆家后来才和她撇清关系 这就说明了 其实婆家是多少知情的 婆家强烈反对 是说明此事呢 谁很宣不宜调查 而何超英在调查了一些端倪之后呢 频频向父亲当中发问 弄得父亲下不来台 对此杜王特别生气 于是后续何超英带着女儿 辗转到几十个国家 这明显就是在躲着谁 后来她回到家乡 竟然是一副疯蝶模样 那么她是精神受了刺激 还是被迫害的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更值得何超英说的话 大家肯定是相信的 如果是疯蝶人的话呢 还有多少可信度呢 表面上赌王说 把她照顾得很好 实际上呢 董藤瑜把她软禁起来 她在公众的最后一次露面呢 就是在赌王的家庭聚会当中 何超英面色恐惧 看起来比较恐慌 因此留给大众更多猜想 浩浩的人说疯就疯了 实在是难人寻味 再来看看何友邦的病情 我确实听到过这种说法 说何友邦是被人给害了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系统失调 导致的发育障碍 其病症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 沟通能力 兴趣和行为模式 如果凭借着外人短暂的看了几眼 只能是看了何友邦大喊大叫乱跑的情况 段时间内难以判断出 到底是属于自闭症还是精神障碍 事实上精神病的鉴定 就算是专业的医师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好吧 我们就是按照何家庭的说法 他就是小时候受到精神刺激了